打开广汽新能源Ion's的前引擎盖 然后呢 学习大哥先给一个偷窥的视角 里面可不是发动机 而是一个三合一的电池系统 没错啦 因为里面布局是乌乌乌乌的 估计有点烙 所以说上面加一块盖板 让它看上去非常的工整和整洁 什么车呢 广汽新能源Ion's的第二款 直接就好了 其实还是得重一点啊 什么车的广汽新能源Ion's的LX 也就是它的第一款纯电的SUV 苏古姐现在算是全球首饰了这辆车 现在大哥先给一个它的一个前脸啊 我这次倒不是说要大肆地去讲它这个穿云件的整个设计 而是这辆车看着很普通 但是有好多个细节 第一个它这里的这个红米波的一个雷达探头 其实监测到的是前方的一个障碍物 很普通很多车上都有对吧 第二个这个前车探头也很普通对吧 但是这两个就是雷达它监测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往往这个是比较远这个是比较近 但是它其实在这辆LX上面它可以全副监测到200米的距离 这是一点第二点你会被吸引的是这一个怎么说凯迪拉克类的那个短板短板块 但是这样的一个车型设计尤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辨识度看后视镜的时候辨识度非常高 然后呢两个细节 第一个它这里的一个设计啊 其实你如果不仔细蹲下来看不会注意它这里是通风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你的一个车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风的一个走向是从这里进去 但是呢过来这里也是一个镂空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说进去了以后从这里出来直接排出防止它的一个乱流 同时这辆车因为配的是米其林的一个浩瑞的一个静音胎 它保证的是一个胎噪和风噪的一个舒适性的同时 同时它也是可以防止你车风从这里过来的时候 防止乱流不会把车风给卷进去 这两个设计其实是组合的 然后呢4米78的一个车身 车向大哥先给一个车身的一个侧景啊 其实从侧面上面来看 我甚至有一点那种吃胖了的拉长了的 奥迪Q2的那么一丢丢的小的感觉 但是整个车身的一个溜背的和下压的视觉重心 让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走到了车位以后我前面细数了一下 基本上就这一侧有好多个超声波雷达 像这种地方它几乎是全部给武装掉了 为什么 因为这辆LX已经到了L3的一个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了 也就是说不管是侧方后方前方 它的一个防碰撞预警以及道路识别的这个功能 必须得要 走到尾部呢 不说什么贯穿是尾的 这没什么好说的 两个地方 它这个扰流板 其实你会发现 车向大哥也给一个进行 它是空的 楼空的 也就是说风从这里上面下来了以后 然后在这里又再设计了一个压尾 两部分的一个风的一个 就是对冲碰撞 让它更加增强的是它的一个下压力 还有一个细节 蹲下来 哎呀 算是找到了一些小小的报告 你会发现从下面往上看 它的很多的零部件 也就是说后悬的这部分 还目前是处于一个裸露的一个状态 我问了一下广京的人 他们接下来这辆车再做到一个正式量产以后 升级这块会做到一个选择 也就是把它有一个包 把它在这一部分给裹起来以后 那么它的一个风阻系数可以再继续下降 同时变相的增强了它的一个续航里程 好绕一圈过来 接下来说什么 不说什么快冲啊慢冲啊 有没有发现啊 就是说很多的隐藏式门把手 基本上全都是一侧这里庆的 但是LX这辆车 它基本上做到的是很老式的 传统的这种拉杆式的 开门方式 为什么 就是你设想一下 如果你在北方 如果你用的是像一些 比如说威马的EX5 然后像那个特斯拉的摩托X的话 它全部是用庆的 也就是说一边的 其实特别容易结霜 容易坏 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个考量 我觉得耐用性上来说 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整辆车的外观看着很普通 但是我已经发现了很多个用心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国产车 我们自己中国人造的车 国货真的当自强 比我想象中的要超出我预期很多 坐进车里了以后 其实最先吸引到我的是这一块一体式的 不是横屏哦 它其实是带了168度折角的一个大屏 有一些奔驰的既视感 但是呢跟奔驰又不一样 奔驰是屏的 为什么这里是168度的一个拐角 第一它给驾驶员一个完全的很包裹的那种感觉 第二168它考虑到的是一个副驾驶 对于这个屏幕的操作的一个显示了 第三个就是反光 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的液晶屏 它会有两个bug 第一个它反光非常严重 第二个就是当你手触控的时候 可能会留下很多你的爪印在上面 当然这个还是会有爪印哦 但是相对来说 反光这里就会做得非常的高清和干净 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设计了 然后呢 这里的一些皮质 真皮的包裹不多说了 包括这里镀铬的一些拉丝的材质 会有一些B级和C级车的用料的感受 我只会这样去定义它 是因为这个方向盘 给了我一丢丢奔驰翼的 那个方向盘的一些 沉稳的这种感觉 但是它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 是这里会有一个做到 一个人脸识别的监测的一个探头 也就是说 如果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你的眼睛不是一直看着前方的话 它这里会做出一个监测提醒 它可能会监测到 你是不是打瞌睡了累了 那么这个时候安全系数 其实是要得到很大的保障的 过来了以后 因为所有的一些操控权 都收纳到了中控以后 这块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但是就一个空调出风口 它其实暗料很多 第一个 很多的空调出风口 这里就是一个左右旋转的这个轨 它是直接滑过去 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 它是带阻尼的 也就是说这里的用料 其实还是花了一些心思在里面的 第二个 这个空调出风系统里面 还暗藏着一个法国的香风 是顶级的香风 第三个 因为就是一般性的像电车 我们碰到又像冬天的话 可能就是会起雾起霜 那么上面的会做到一个循环 下面的话又是腿部 又要是热的一个温暖的状态 也就是说双循环双区的一个循环 是这辆车在空调系统上面 做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 好像这个级别里面还真的是没有 然后呢 这里的一个就是 无线充电 虽然我对这个东西 不管是广新也好 还是奥迪宝马奔驰也好 我都是吐槽的 因为它会有一个bug 就是说它第一 无线充电其实普遍都很慢 第二 手机会很烫很烫 所以说我宁愿相信USB接口 但是有还是得有嘛 而且它这里做到一个倾斜 就是说你拿手机的时候 其实是会非常方便 接下来以后呢 这个旋钮 有一些捷包路虎的旋钮的一些 既式感 AutoHot该有的都有 然后一个很深的一个手套箱 让你放一些东西 再接下来就是 这个是Akitarra那个 就是皮质和它一个NAPA的 一个真皮混合的一个用料 其实整辆车坐在车上的一个感觉 还是挺舒服的 4米78的可能不算是太大支的车型 但是2米9的轴距确实是把我给shock到了 为什么 GP的它其实一个就是完全纯电平台 让它把整块电池彻底的铺在了我的脚下以后 像这样的地台全部都是平整的 也让它的空间进一步的拓大 也说这个的轴距的容量是非常大的 这是亮点吗 不是 我发现一个细节 这里有三个按钮有没有 我来做一个操作 我把用这个按钮控制我前排座椅 让它一直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走到最前面 不能动了以后呢 再按一个 这里你会有一个老板座椅的一个锅腿的一个地方吧 也就是说其实它后排让你强调的是一个 当然可能是我腿长吧 基本上要蹭到前排这个座椅啦 目前啊这一块是不是太合理的一个地方 但是整个的后排会有那种头等舱的一个享受在里面 是因为不管是皮质还是这些细节的设计 都让这辆车的舒适度做到进一步的提升 然后呢 防止过曝啊 我到里面来拍 这里的一个侧面的门板 上面也是用的这里是Akitarra的一个皮质 以及这个是马丁同款的影响 虽然我觉得也就是无功无过吧 在目前市面上来说 过得去的那种配置 在整个的车里的一个氛围的营造 还是很OK的 开着Ion的LX在珠海这样的就是城市里面去走一走 还挺舒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么一辆电车 尤其在等红灯的时候 需要扭矩那一刻爆发 350牛米的这样一个穿出去的那种感觉 还是挺爽的 但它是不是3.9秒的一个百公里加速 不是 这辆车其实是7.9秒 因为它其实这次Ion提供两驱和四驱两个版本 两驱用的不是双电机 是单电机 然后完了以后 350牛米的这样的一个扭矩的爆发 对于城市里面走是完全够用的 好 等红灯的时候 我要做一个动作 是因为在行车过程当中我是没办法操控 中控它是会直接阻止你的 这里下拉了以后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N个模式 我现在选的是一个叫做iPad的那个模式 主人 向车录音开小差 看到没有 就它会适时地监测 因为这个对于脸部的识别 包括对于中控的系统操作 当你开这个时候它是杜绝的 我一旦用了iPad这个模式了以后 你会发现 我丢开油门 我电门 它会适时地就会做到一个能量的回收 也就是起到了一个制动的效果 我再来试试看 我现在一直踩着我的这个油门踏板 但是我并没有踩刹车 它自动的车速很快地做到一个锐降 这最大的一个好处 其实就是改变了你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习惯 同时它更加大的扩大了它的一个续航里程 但是这也会有一个bug 就是当你急加速的时候 突然之间松掉你的一个电门踏板的话 后面的刹车灯就会跳 如果谁一直跟在你车后面的话 估计会有想揍你的这个感觉 其实整辆车开在路上的 就是舒适度和操控感还是很OK的 毕竟造这辆车的一个理念 是往着跑车 乃至于轿跑超跑这样的发展方向去发展的 这辆车如果是走到它顶配的一个四驱的话 它的百公里加速要到3.9秒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前面在场地里面做测试的时候 我一脚电板门到底了以后 确实那个理心力给我了 奥迪RS6那个最快地表买菜车的 那个就感受我心疼一下子是受不了的 我买这么一辆纯电车有操控乐趣同时很能装 但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情况 虽说我不多做判断 但是国产车 我觉得国人的用车习惯 很多时候是因为懂我们 中国驾驶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操控 повтор 照顾 所以一个银原地的形象 比如说正那些水位 无电 output 但是什么东西 又按 因为 moons